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参观我这一侧的花园 今天是6月10号 东京 这是两棵蕾丝花 6月初的花园是最美的 铁跑百合 和我前年种的小葱花 花园还没开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品种 这个是紫苏 我最爱吃的 然后剑蓝 看着剑蓝的花剑 那一侧的几颗 是薯葵 这是小的大梨花 这边呢是满天心 这个满天心呢 其实插花的时候作为背景 它和什么插花可以很好看 从这一次来看 是这个感觉 这边蓝色的是石车菊 已经开办了 这次看这个 小葱花 这第二年才长那么好 第一年不行 这白黄色的百合呢 是石用百合 种了有石头科啊 好像有点蜜啊 今年是第二年种 第一年种了 也是开花很好 但是收获的时候被野猪吃了 这野猪很苍狱 这也是小葱花 看这大梨花 这是多年生的 冬天也懒得挖 它今年自己长出来的 这个很好看的 这个是一年生的 这个自己自剥的籽 看这个 阿克奈西亚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这也是第二年 是这个样子 第一年 我又补了两颗苗 看这第一年很小 这个第二年就长这么大了 所以花园呀 其实就是需要时间的 好 这一面大概就是这样 再来看这一面 美人交开的正旺 这是朝鲜记 西洋餐 看我这条原路 这是爱人台县 不知道能不能度过梅雨季节 这是第二年 今年确实长得是很好 这个不是普通的草坪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草 Scotch moss 今天天气真好啊 那颗黄黄的是什么呀 是孜然 其实孜然也是很漂亮的长的 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啊 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啊 这边呢是我的香草原 这个是Losemone 这个是Losemone 长得真好啊 今年 这是一种观赏草 秋天的时候会很美 这个也是Losemone 这个也是一个香草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看 这个孜然 这么高啊 有一米卤 这是第二年种 有观花 然后有柴果子 所以我就在旁边也补了一棵 这是刚刚补的苗 你看看 看这边 这边也是观赏草 这棵植物其实是很漂亮的 这个 开花的时候是很优雅的那种 倒挂金钟的小花 这两棵是观赏草 这是广玉兰 这个是广玉兰 是第三年 小苗苗待大了 这个是我自己弄的一个景 自己铺的 看我们这个乡下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路的这一侧 这是新种的 今年种了四棵 这个也是本地的一个花卉 看马上 正在盛开的是这个 极梗 极梗我这有两种 一种是高的 然后是这个花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花 这个碟又是树葵 这个黑色的树葵 和壮观的白色的树葵 那头是我的羞球画 金光菊 这是康兰兴的一种 美国薄荷 马上要开花了 这个是很香的 看这个 六树花 这么壮观的一大丛 我很喜欢六树花 我这里大概种了有七八种 在不同的位置 旁边还有一种 这个长得很小 可能是品种不一样吧 也可能是两个竞争 它被竞争倒了 勺药刚刚开拜 这是宜美人也刚刚开拜 这是新的一个品种 这个叫做千鸟花 中文里面 学名叫什么呀 鼠尾草跟千鸟花间隔着种 是比较常见的花园的搭配 鼠尾草也已经开拜了 那已经开拜了的呢 是这个小雷丝花 全部都是果子 明年根本就不用种 地上一大片 再来看一下马路的这一侧 有什么 大部分呢 种的是 大栗花 我这个下面呢 种了一颗 紫丁香 这是最矮的那种品种的 自定香 也就是七八十公分吧 这个是中型品种的大栗花 一米左右 这个桶叶的 马上也要开花了吧 福尾草 Cosmos Cosmos很优雅的哦 我今年呢 经过研究 我发现这个 官叶植物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 而且也容易打理 所以今年呢 准备入手几颗 官叶植物 再往前呢 现在是香气 剖鼻的 芝芝花 这是第三年 才开 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呢 这个室内养 芝芝花 怎么样都养不好 每次 花式上买来的时候 香气扑鼻 特别喜欢 结果买来自己 家里呢 就是养死了 那现在 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我就养得非常好 我这个种了有五颗 这个是室内养花 开败了 也是从小苗开始带起的 这差不多都要开败了 硬山红 这个也是大盆 这个呢 我在这种了一片 这个是第二年的 长这么大 我中间捕的小鸟 第一年就这么丢了 然后旁边那两棵 那两棵 还有这一棵 也是今年刚捕的小苗 这一片区域 我可能是肥料师的 比较合适吧 什么植物都长得很好 这个是凤鲜花 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养过 小时候的记忆吧 就很容易忘不了 所以就给它带到东京来了 看看 这个感觉 现在是傍晚 看我的乡下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